你好欢迎收看9月1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来来看到的是台东县府17号上午办理 110年度金钻石婚表扬活动 特别表扬台东县各乡镇共50对的金婚以上的抗力 县长饶庆林指出 现代忙碌社会中难免会忽略与另一半的相处 而近期台东县的结婚率已与离婚率更出现死亡交叉 能够牵手相伴数十年相当不容易 虽然疫情影响仍决定办活动 向坚守一生婚姻承诺的长辈们致敬 县长饶庆林逐桌颁发讲台 一一的向50对竭离数十年的长辈们致上最高的敬意 感谢他们为现今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社会 示范如何相守一辈子 就在上科业正式死亡交叉 那以及我们现在的出生率 从十年前一年出生大概可以到两线 一千九 然后去年是一千三百七十 到今年此时此刻才出生八百九十位 我觉得今年可能要跌破一千三 那所以各位我今天特别一定要亲自坚持在这样的疫情状况下 还希望一定要跟各位亲自来感谢您 就是各位是我们非常重要 爱情坚珍 结婚如钻石 恒久有流传 各位坚珍的爱情是我们的榜样 大家不要怕结婚 结婚后就生小孩 育婴价提高生育补助 育婴仁这个所有的坐月子我们都会来为大家来做好像一系列的安排 那也感谢各位今天受奖的各位金钻石婚的各位前辈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为我们示范了 爱情是的确可以一辈子的 忙碌的社会 两人的结合 难免因为工作或其他因素而忽略了另一半 能与另一半相守一辈子 非常的不容易 虽然如今疫情不退 台中县府为了带给社会正向的力量 特别在17号举办表扬活动 能够牵手一辈子是多么不容易的缘分 我常常在想 像我自己结婚十几年 大草小草不断 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婚姻 可以延续的这么久 就是真的需要我们这个智慧 所以我真的非常 佩服我们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 牵手一辈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看到每一个家庭都那么温暖 我们台中市真的 这次报的21对 净婚的有16对 我们的钻石婚的有5对 白金婚的1对 白金婚的就是70年 钻石婚的就是60年 金婚的50年 好比刚才我们地长讲过的 真的人生所以50年的岁 真的真的是不简单 真的看到每个婚姻都经典秦深 让小姻真的非常感动 姚清宁强调 这些坚守一生婚姻承诺的长辈 为社会带来许多正向的力量 非常值得大家来一起看齐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终于为社会带来信任 更大